好,这场地震首当其冲的花东地区传出不少灾情 也引起部分的民众恐慌 那么消防署就呼吁了地震时记得要趴下、掩护、稳住 那么来落实抗震保命的三步骤 内政部也整理出紧急避难包备的内容物 包含了哨子、手电筒、紧急的药品等七个法宝 并放在随手可得的地方才能够提高获救几率 哨子用力一吹马上吸引四周注意 或是打开手电筒、保暖毯一旦断电也能安心 不过这些小物突然想找出来恐怕也不容易 但避难包统统搞定 拉开包包、收音机、手电筒跟保暖毯救命神器 数一数竟然样样不缺 有了这样子的避难包一旦发生紧急状况 就能一抓就跑 强震导致灾情停传 内政部也建议可以准备地震避难包 其中必备七法宝 包含哨子、食物、保暖衣物、急救药品、饮用水、手电筒、行动电源 并放在房间、客厅等随手可得的地方 来提高获救几率 我们就准备四个 还是要顾到小孩子 就还是备一下会比较安全一点 但为了避免地震造成家电引起火灾 专家也建议家电最好养成不用不插的习惯 电线最好不要弯折 也不摆放大量可燃物 以免助长可能的火势 消防署也呼吁要记得趴下掩护、稳住、抗震保命三步骤 如果睡觉时遇到地震 也别急着摸黑下床 能先翻身再用枕头护住头颈部 才能确保不受伤 另外旧连乱也宣布开启安全通报功能 当规模6以上的地震发生时 用户不用打字 只要按一键选择 我很安全 就可以发送状态 减少无法及时联系亲友的焦虑 地震不断来袭 做好准备才能更安全 借夜之声留声台北聪明的